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这礼拜的关键新闻 我是管中翔 在这个礼拜当中其实刚好有一些机会 遇到一些朋友他们提到了 对于一些关键新闻或者是灿烂时光会客室的疑问 有人就会说灿烂时光会客室是不是偶尔才会播出啊 然后是不是过去的这个播出的频率不太一样 的确是如此 因为30万会客室其实原本是每周播出 但是因为时间因为人力等等资源的关系 所以我们改到了两周播出一次 那但是为了要让大家能够持续的去关注了解 甚至有一些可以去参与的这个社会议题呢 我们在每周的每周都会有播出关键新闻 也就是关键新闻是每周播 那灿烂时光会客室是两周播一次 所以这边也跟大家做一些说明 当然在这个刚好真的很巧 在这个礼拜当中也遇到一些看这两个节目的朋友 有一个朋友说是看到上一周我们在访问 这个有关于精神照顾回到社区的这个议题 那这位朋友本身是一个钥匙 他也是非常关注精神障碍或者视觉失调的问题 他事实上也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觉得我们整个团队所准备的题目或提出的问题 其实是还算是有一点点的深度 能够去切纵那个议题的本身 那昨天刚好到台北的书文创区 跟大家分享有关公共新闻学 也遇到一位朋友 我真的很感谢就是他几乎每一集的 《关键新闻》跟《灿烂时光》《会客师》都有看 然后也甚至能够说出 我在某个节目里面说出的某一段话 某一句话 说实在那个当下其实是很感动也很感谢 也受到了非常大的这个激励 然后我们当然也希望我们的这个节目呢 能够有更多的人去观看分享 也能够进而去参与到这个我们所关注 或是所报导的这些 不管是议题或者是新闻当中 好 在这几周一样 就是其实也常常受邀去谈有关于假新闻的这个议题 那我们的政府其实相对之下 看起来也非常非常积极 去做一些有关于像假新闻的这个防治 那除了在过去 我们在上礼拜我们谈到的这个所谓的灾害防治法之外 这一个礼拜其实也有新的法规 是针对假新闻来进行规范的一些修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则的报导 由台大政大等全国上百个学生团体组成了七年抵制假新闻阵线 二十五号首度举行二零一九七年对抗资讯站论坛 邀请学者专家们解析新闻背后的中国影响力 以及中资如何透过亲中商人外资收购媒体等各种资讯站散布不实假消息 一刚开始他希望能够通过并购媒体 先掌握一些主流大型媒体的方式去影响企图影响台湾的舆论 国家的政策可不可以让台湾出现的是一种多元的媒体结构 也就是有商业媒体有非力媒体有社区媒体有公共媒体 而不是出现一种严重失衡的状态 而为了遏止谣言或是假消息 立法院二十四号三读通过食安法及传染病防治法修正案 包含在群组转传贴文在内散播食安谣言或假讯息最高可以罚一百万元 散播流行疫情谣言或不实讯息造成他人或公众权益受损最高可罚三百万 我们是希望说利用提高这个罚金来饿死这样的不实谣言的流传 那我们的罚金将会从新来币的五十万元调到这个三百万元 警官署表示从一百零四年起至今 共有四起散播假疫情遭移送案例 包括在脸书张贴艾滋病不实图文 散播台北飞往南韩班机 出现中东呼吸症候群MERS患者 以及在赖群组散播流感不实谣言等 因此借由修法提高罚金上限 记者综合报道 的确就是在这个报道里面提到的食安法或者传染病防治法 这些其实跟公共安全跟公共卫生 甚至会引起一些恐慌的这一些所谓的讯息呢 其实我们的政府也开始要提高这个罚款 说实在的 我对于政府去管制所谓的消息 或者是所谓假消息这件事情 我还是有一些疑虑的存在 但是在这个所谓社会不安的状态底下 或者是在某种的公共资讯的需求 以及正确性的这个条件底下 那政府它的确还是必须要去回应这个社会的某些的要求 或者是某些的这个状况 那如果真的需要定这些法规的话 我其实非常不主张在这个传播法规里面 相对之下我比较能够接受的是在这一种 例如说刚刚谈到的食安法 或者是跟公共安全 或者是跟公共卫生有关的法律里面 你可以去做一些规范 可是我觉得有两个条件 一个条件就是 你要去知道传递这个讯息的人 是有意或是无意的 就是有没有恶意这件事 应该讲有没有恶意这件事情 因为说实在的 我们有时候在传一些 有关于食品安全的问题的时候 不只是因为我们恐慌 或者是也可能是因为恐慌 可是我们可能是出于一个善意的目的 这个善意的目的是希望别人 也能够不要误食这个 有对身体有害的这个食物 或者是这个某种有关于 这个维系资讯的这种提醒 所以很多时候在转传的人 它其实是一个善意的过程 所以有没有恶意 有没有真实恶意这件事情 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 或者是一个原则 那第二个我会建议的是 行政单位尽可能不要直接的 去提出裁罚 而且如果你真的需要做裁罚 它必须要经过一个司法机构的统一 相对之下 我们对司法机构 对司法这个单位呢 其实我们还是一个 比较能够对行政机构的信任 因为如果是一个行政单位 如果是一个所谓的行政政府的部门 它有可能因为不带 这个所谓的执政者的 这个不同就会造成 所谓的滥权的问题 或者是甚至就是我们过去 跟他谈到的言论自由 跟所谓的新闻自由的问题 会受到非常非常大的这种侵害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国家 都会以所谓的风俗 所谓的工序良俗这个概念 来进行所谓对言论的管制 对于所谓的资讯的管制 我想这不是我所乐见 也不是这个社会所乐见 应该发生的事情 不过话说回来 政府的角色 我还是要提醒 不能够只是做 这种所谓的防堵的这种工作 或是做这种所谓的财法的工作 或是把这些资讯限制你进来 或是限制你流通 做这件事情而已 做一个政府 它应该有一个更积极的一个作用 就是做一个政府 你要去想一件事情 为什么这个社会里面 会有这些所谓的假的讯息 为什么这个社会会有这些 所谓的假的消息 有一个部分可能是 这个社会的不安感是有关的 比如说我们越害怕越恐惧 我们对于跟这个讯息有关的资讯 我们可能就会越敏感 那当我们开始越敏感的时候 这个其实就很容易再去 因此而更害怕 或者会去转传 所以怎么有一个稳定的社会 让大家有一个安全的社会 事实上可能是一个 在整体政府上面 必须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那第二个就是 我常常在说 除了防治假新闻 或是所谓防堵假新闻之外 我们有没有办法让好的新闻 让真的新闻 让优质不错的 这些所谓的公共的讯息 能够更大的广传 让它能够被生产 然后让它可以被看到 让它可以被传播 也就是事实上 在刚刚的上一段的新闻当中 有提到的是 政府它应该的是让 整个媒体的这个结构 媒体的制度上面 它应该让所谓的公共的 非营利的媒体 有比较大的伸展的空间 或者是这种所谓生存的机会 它应该在这个部分 想想看如何去协助 让公共媒体 非营利媒体 它有一个更好的生存的环境 而在这种状况底下 民众它才可以 比较有一些 比较好的一些选择 好 除了这个假新闻的议题之外呢 其实也有一个 长期在社会里面关注的 就是有关于 劳动派遣的这个消息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则报道 在洪华 我不只是一位茶修员 更是一位替客户着想的问题解决专家 政府选到中华电信的借货 头家就是洪华国质 台湾一年来 无论是公布 文学这些企业 都大量使用派讯 尽到中华电信 差不多6千名 文师的客户 南山人员 其实都是主公司 洪华国质派讯来 这6千位就是分三大部分 一个是门市的 然后还有那个客服的 0800的那种 还有就是我们像到家里 修理电话的 这些客网的 欧生台就是中华电信 早年专业派派建 冠冠记忆 民国100块钱 包括有380多名冠冠 附国主公司 中华国质洪业 只要靠近一个中华电信 但是100块钱 比予专业主公司方华尽力 虽然要是受到 中华电信的机会命令 但是没办法跟 政策官同样 有同样的方式 为禁止去业中 民企通过的入港 专业在派建设业单位 在14号立法院 三都修正通过 入计划部分条文 要求 不得有专业的行为 为这相关 营出45万块法款 修法也要求 要派党会跟派建 需要党会 都应该被发生 16天赴去 背双的资金 但是台湾 入洞派建 30万块支出 这次修法 也没有办法 让派建归零 因为派建 在今年还要变成 减着它的够性 应该要求 需要党会直接拼 这是改革的根本 记者综合报道 台湾的派建 问题其实也蛮严重的 那政府其实也一样 其实我常讲说 政府是一个 很糟糕的 一个带头的示范 当我们看到 政府事实上 是有意要去解决 本身政府内部的 派建的问题 可是在它的 所谓的转投资的 这种所谓的 相关的企业也好 或者是政府 有持雇的企业也好 甚至在现在 还有很多的大选当中 不论上的专案教师 或者是它的专案人员 其实某种程度上面 也都是这种 所谓的非典型劳动 或者是一种 所谓的派遣的状态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 好像政府机关 在这个部分 意图已经要去减少 可是刚刚谈到了 相关的投资 或者是一些大学当中 中小学当中 这类的问题 其实也非常非常的严重 我要再讲一次 所谓的派遣 或者是这种 所谓的专案 这种所谓的非典型的 这种所谓的劳动的方式 它通常只是在于一个 短时间必须要去协助 他们做某些业务的推广 可是我们常看到 这种已经变成是一种常态了 就是当这个工作变成常态的时候 也表示 你需要这样的人力 它不是一个短时的 不是一个临时的 要去做的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其实是有点 本末导致了 把一些特殊的状况 已经变成是一个正常的状况 那政府去做这件事情 坦白说 是真的让人家觉得匪夷所思 就是它是一个所谓的 觉得是一个小政府 或者是应该要把 这个政府的资源降到最少 可是它不但会有碍于 所谓的政府的行政的 这种所谓的传承 同时也有可能会对整个社会 做出一个非常负面的示范 好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 这一则新闻是跟六四有关 民主之神的雕像树立在 中正纪念堂室内的展区 四周还有各式各样的标语 黑白召集当时各方的采访报导 再往户外广场走 还能看见六四事件经典场景 坦克人巨型冲气装置 由华人民主书院举办的 六四事件三十周年特展 二十四号在中正纪念堂 正式开展 这场学运原本是悼念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最后却演变成追求民主 解决社会问题的学运 当年的学运领袖乌尔开西表示 中共想要让六四事件 从历史上消失 从人民的记忆中消失 但迄今仍对台湾赤裸裸的威胁 对维吾尔族藏人迫害 对香港民主体制的破坏 这些种种都让全世界 忘不了六四事件 当时遭到坦克车 碾压过双脚的受害者方正也说 经过三十年 台湾目前有比较完备的民主机制 但中国对民主道路 依然非常遥远 陆委会则呼吁共同携手 持续捍卫台湾自由民主 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 同时让台湾继续成为 华人社会民主的灯塔 记者为陈立峰推报道 台湾大概已经算是少数 会去所谓的纪念 或者是去关注六四议题的 这样一个国家 当然我们看到 整个社会里面 对于这件事情的关心 其实是越来越少 那如果相对于香港 其实在过去 是有非常非常大型的 这种所谓的纪念的活动 不过这几年在参与的人数上面 好像也不如过往那么的多 我每次谈到六四都会想到 我自己在念书阶段的一个经验 在事实上我在六四发生的时候 我刚好在念专科 就是四星的三专 然后当然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哇这个当时的年轻人 也是群起的沸腾 觉得应该要去这个表达 或者是要去表态 去对于中国民族化的这个支持 去声援这些学生 所以其实当时 台湾的救国团 其实也办了这个相关的活动 然后就邀请了很多学校的学生 到中正纪念堂 去参与一些活动 然后当我们学校的意义性社团 虽然是一个救国团办的 可是我们觉得这件事情 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种对人权民主自由的迫害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们很多的社团的朋友 其实也都一起去参加 结果没想到 这个原本安排我们社团的成员 可以上台去表达 对意见的看法 因为我那时候是念四星 那四星是一个新闻专科的 专门的这个学校 所以呢我们其实在写稿的 我们事实上准备要讲的东西是说 从中国的新闻自由的破坏 来去反思台湾新闻自由的问题 因为那个时候才开 刚刚解研没有多久 刚刚开放报警没有多久 所以有很多的控制仍然的存在 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这个活动呢 除了表达对于六四的关心之外 也希望借由这个活动 让更多的人去 回来去思考 台湾新闻自由所面临到的一个问题 可是没有想到这个主办单位居然要每一个上台的这个团体的代表呢 要先看稿子 竟然要先看稿子 然后看稿子呢 再去说 同不同意让你上去讲 结果呢 我们就一样的把稿子给他看嘛 那没想到这稿子拉回来之后呢 发现哇 好多的红字 就像老师改作也一样 这个是红的这句话不能说 这句批评了政府的什么 这个批评了台湾不能说 那删完之后 其实能够说的也没有太多 所以其实我们 其实看完之后真的是生气气 真的是非常非常觉得 哇 不可思议 一个声援中国民主的活动 但是他却出现了这种所谓的不能说 不可不可说 这种所谓的不民主的这些事情 所以当下我们几个朋友呢 其实就现场就离开 就觉得我们不想要去参加这个活动 因为这个活动的本身 就是一种所谓的假民主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朋友 不管你的政治立场是一个 独派也好 统派也好 或者是维持中华民国现状派也好 关注中国的民主问题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就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权 都必须要我们去关心 更何况不要讲什么血脉相连 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是在我们国家隔壁的另外一个国家 的民主的问题 当然也要去关心 因为这个国家民不民主 其实会影响到 我们自己的国家的安全的问题 我们国家的处境的问题 所以这不是一个普遍的人权的问题而已 它可能也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 这种关联性的这些问题 好 以上就是我们这礼拜的关键新闻 下礼拜我们空中再会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